我觉得不管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都得主动一点才行 现在这个就业形势真的是一言难见 有点魔幻 就是工作不是特别好找 老铁你也不用反驳我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那也是不好找 但是我也没有去找 我属于是灵活就业 我的微信上有好几千个朋友 那些朋友对我都非常好 有的想让我去当保安 有的想让我去富士康工厂宁罗斯 但我觉得这些工作都不自由 挣的钱又不多 所以就没有考虑了 所以我还是想搞一些那种日节工 干一天给一天的钱 然后干一天可以玩三天那种 这个不是堕楼啊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仅此而已 我也不是吹牛 我就是靠跟别人聊天 跟别人套近乎 就找到了一点工作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在福田酒吧门口碰到了一个 深圳电视台的主持人侯娜 他说他要备孕 但是他还喝着酒 我就要跟他套近乎 我说你们那里要不要人 他说可以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试一下 我的一个关键是 如果你不想成为丁克的话 孩子肯定是你早要愿好 生几个呀 我生了一个就行 其实我觉得挺讽刺的 你在那边喝着酒了 然后讲着我要借酒杯子 这个世界上没有酒的话 怎么会有我 我就酒后餐 你觉得我有问题吗 你念你 念你又别 马上戴不上打 有啊 有啊 侯娜是深圳电视台的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前些年就靠自己的努力把那个美食节目做的非常非常火非常厉害 在后来呢大家都不看电视了 他那个节目也就不做了 就开始做了线下的脱口秀 我年前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在一个酒吧面和我喝酒 然后告诉我他在备孕 我就挺纳闷的 我说这一把年纪了啊 不是 我这还没有结婚呢 你就备什么孕嘛 对不对 但是他表示如果不想 丁特的话 还是得背下孕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关心他背不背孕结不结婚啊 当时我只是想从他那里的俱乐部要点演出要点活 多挣点钱在他身上多抱点金币 我就承认嘛 我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男人 现实到什么程度呢 现实到就是看到一个老板就想从他们身上抱点金币 然后他说有机会可以让我试一下 我现在很多工作都是这么要过来的 当然我的脸皮也就这么厚了 我也不是说一直找一个人要啊 或者反正就是说了一下嘛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还去他那里演了 他非常的满意非常开心 还夸我的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好笑了 你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好笑 其实我感觉今天非常好笑 但能感受到好像有点紧张 你觉得你今天怎么好吗 还是新人 看不出来 对 他真的挺好笑 讲了好几天的新人 然后 其实我一直这么好笑 然后我就问他备孕背着怎么样了 他说现在没有备孕了 实在是戒不了久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没有去猜 可能是又要跟他的男朋友分手了吧 不是我年前见你最后一面 你不是说你在备孕吗 现在半年过去了怎么样了 我没有 我只是说 发现我认识你这么久 基本上每次跟你见面 你都好像要要分手一样 然后下次是不是你害的 那肯定不住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是不是你方的 肯定不是我 肯定是不是不是我的问题 分分合合这么多次 感觉像是谈了很多次 恋爱情绪都跟同一个人 你好验个骗子 虽然嘴上跟他聊天 但是我满脑子想的 都是我那日节工资 200块钱 200块除去来回的交通费 还剩188 可以买五只无一 我就可以吃十次乌鸡面了 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现在咱们干什么都得主动 都不能太懒了 虽然说金字到哪都可以发光 但现在的金字实在也是太多了 什么怀才不遇啊 这些成语 在我看来就非常的可笑 你不去找别人展示你的才华 展示你的能力 别人不可能来主动找你的 我觉得我还是得通过这个自媒体 把自己的这个才华展示出来才行 这样的话大家都有一目了然 沟通效率也会高很多 那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会有怀才不遇 对 只有怀才不漏 怀才不漏的那往往都是高手啊 都不缺钱的 我又不是高手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奋斗者 我只想抱金币 我每天抱金币 然后自己做一碗乌鸡面 清晨好的时候可以在村口吃一碗猪脚饭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啊 深圳地铁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啊 奔波也是习以为常啊 深圳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城市 但这个非常快节奏的时代里啊 稍微有一点不努力 就有可能被淘汰掉 虽然你不是特别相信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今天的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网友 OK izong 某一天突然而遍 你的眼 只是一分思念 那些红红黑脸 当真花脸